张化海龙离岸风电陆日降压站发生了二氧化碳外泄意外 三名工人一度没有了生命迹象 经过抢救都还在医院 其中有一名58岁的刘姓工人重度昏迷 他的妻子守在家户病房前 听到医生告诉他状况不乐观 让他情绪激动 当场贪婪 而家属看到了业者跟承包商派人到场 怒斥公安有问题 也感叹工人的命不值钱 听到医生说刘姓工人状况不乐观 刘太太当场贪婪 旁边儿子赶紧搀扶他坐在沙发上 刘太太放声痛哭 想到事发当天早上 刘姓工人贴心送早餐给他 如今却躺在医院 怎么样都无法接受 家属怒斥公安有问题 彰化海龙离岸风电陆浴降压站 发生二氧化碳外泄意外 17人送医包含流性工人在内 有三名工人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当时工人逃生的画面曝光 触目惊心 同一间医院24岁的旅性工人 在隔壁区也被波及 爸妈守在医院 爸爸看着脚上的鞋 情绪崩溃 他知道我喜欢跑步 这鞋是儿子父亲节送的 想到儿子还那么年轻 妈妈也喊话 工地主任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这次意外 他说二氧化碳都有独立开关 怎么会这么严重 煎熬等待的家属 就希望相关单位给他们一个交代 记者大欧帽 正好报道